说来说去精彩的文化典故 人前人后好玩的八卦角度 解读经典不一定按照史书 自立行间最看重人情世故 我是冯一刚 今天说人解字我们来说刘相 刘相自子正 他是汉代佩宪人 是西汉的大臣文学家 官至中磊校尉 是称刘忠磊 刘相年轻的时候便博览群书 精通天文星象 奏章常以阴阳灾疫推论时政得失 并撰写红犯五行传论 汉原帝的时候 刘相因为反对宦官乱政而下狱 被贬为庶人 老师 人家既然是庶人有番号吗 那是归宦 汉成帝继位 刘相副官为光禄大夫 教阅经传典籍完成了著作 《别禄》是最早的分类目录 说院是刘相根据皇家藏书 民间图籍顺着先秦到西汉 案类编辑的历史故事传说 同时假有作者议论 借题发挥儒家思想带有哲理性 书中取材广泛又有大量的历史资料 可与史书互相对照 而且保存了部分散录的古籍 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经典 说院是刘相有名的著作之一 同时战国册也是刘相编定完成的 老师我不认同 除了你之外 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别人编战国册 谢谢你啊 谢谢你当我的戏迷 不过此策非彼策就是了 说院记载 战国时代韩朝侯二十五年 国内大汉缺两极荒 韩朝侯却在此时兴建高门 楚国大夫去一旧得知此事 断言韩朝侯将出不了此门 韩国去年才与秦国交战 今年又天灾 韩朝侯不但不体恤人民 反而只顾着铺张浪费 此所谓服不重置货币重来 果然高门一见好 韩朝侯就去世了 货币重来演变为货不单行 比喻不幸的事件 接二连三的发生 说院全谋篇记载 霍光深受皇帝信任 掌握朝中大权 霍光的兄弟霍去病 是汉代名将 讨伐匈奴有功 妹妹则为当朝皇后 霍氏全请一时 连皇帝都对他们有所顾忌 大臣徐福深恐霍氏造反 尚书建议压制霍氏 以免后患 当时汉宣帝并未采纳徐福的意见 不料日后或是果真因造反而遭灭族 镇压有功者皆受到奖赏 唯独徐福没有受到任何的表扬 有人替徐福打抱不平 上书皇帝 有一户人家呀 他造的烟囱是直的 旁边又堆着柴火 客人就劝主人把烟囱改弯 移开柴火 免生火灾 主人没有采纳 后来那户人家果然发生了火灾 邻居赶来救火 火灾扑灭之后呢 主人设宴感谢救火的邻居 却没有邀请那位最先提醒他的客人 如果他最初就接受建议 那就不会有火灾发生啊 主人最应该感谢的 其实是那位客人 同理 如果皇上接纳徐福的建议 朝廷也就不必事后付出庞大代价了 汉宣帝于是下令赏赐徐福 财博观觉 这一段故事就演变成成语 驱途洗心 土是烟囱 心是柴火 驱途洗心 比喻事先采取措施 以防危险发生 刘相所写的《猎女传》 讲述古代真猎女子事迹 古代梁国有位妇人家中失火 孩子和侄子都困在火场 妇人跑进了火中 原先想救侄子 这慌乱中却爆出了自己的孩子 火势见大 已经无法再进屋救人了 妇人心中难过 想投火自尽 灵人拦住她说 你原先也想救侄子 乱中才爆错了人 何必想不开呢 妇人答 梁国岂可互告人小野 我怎么能够挨家挨户地去解释 让所有人知道呢 一定有不了解事实的人 指责我偏心 往后我这一辈子 都要背负不义的罪名 还有什么脸见人呢 但要把孩子推回火场 身为母亲的我 也办不到 如此一来 只有一死啊 妇人说完 冲回火场 葬身火海 互告人小 也面为家喻户晓 形容事情 名声 传播极广 我是冯一刚 说人解字 下回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